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课程资料 看看有机会股市下跌的时候 如何用价值投资去找长线投资的机会 首先说回昨晚联储局会议之后 昨晚熬到三点 看到标期美股各样金价大幅波动 然后收市股市在低位 成交虽然收缩了减少 今天早上继续下跌 在伦敦开市的时候 标期曾经跌穿10天平均线 我说的很重要 3135之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鲍威尔说了什么可以让股市开始又波动了 今天简单地分析一下 昨天 道指和标指都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反而纳指又破新高 到了1万点以上 投资者似乎是将旧经济的股份 继续转进新经济的科技股 就是所谓的价值股 转进增长股份 价值投资班里会教的 使得像苹果这些股份 已经去到非常非常超买的地方 让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昨晚简单说说鲍威尔的论点 主要有什么呢?有几点 第二季他说GDP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差的 亚特兰大说是-53% 53% 失业率可能低估了真正的失业情况 也就是了 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的 长期的通胀保持相当稳定 这一直都是的 现在所有中央银行都在怕通缩 买债会继续像以前的速度那样继续 也会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会继续用尽所有方法恢复金融系统的正常 包括信贷市场 继续借钱给人 另外就是 危机过了之后 将会把大杀伤链武器收回 另外最后说的控制知识曲线 仍然不会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 我等会说 昨晚的市场最开心听到的 应该是预期 联储局说预期利率的走势 在那个DOT PLOT那里 显示出来2022年底之前 是不会考虑任何加息的决定的 其实说了很多投资者喜欢听的之外 鲍威尔也指出现在经济前景 其实仍然是非常不明朗的 随着他说社区逐步开放 有可能有机会有第二波的疫情 其实今天已经被利用为 今天有跌市的借口之一 因为我昨天也看到Florida那儿好像有个案增加了 但我相信暂时来说都是个别的情况 甚至乎他也有提到经济反弹 会不会影响将来的通胀数字呢? 也可能会是一些风险 因为如果他说了 这两年都不会加息的时候 通胀上升的时候到底又会怎么做呢? 看得出他很想平衡一些牛市和熊市的走势 其实每一次都是联储局 希望不要让市场大概炒作得太厉害了 或者我相信他可能会回应星期二 我有提到安联Alliance的投资总监 El Aaron那儿说 联储局其实不应该答应所有投资者 希望有的好东西 已经够了大火力的无限量宽 如果再推股市上去历史新高的时候 又有新的泡沫要够 下次难道真的要买了科技股吗? 又跌下来的时候呢? 相信昨晚鲍威尔整个讲话之中 另有一部分投资者最失望的 可能就是他没有包括了 那个早两天市场开始讨论的 联储局会实施控制支息曲线的上限 Yield Curve Control 其实做法就是他可能会把五年和十年的Yield 去到复权了 就是说我不会让他上升到那儿 结果昨天没有出现 我相信联储局也不希望股市 因为这样过分地投机 其实你问我现在也投机得很重要 过了今天之后 因为现在市况回落了 我怀疑这个其实是昨晚我看到整份 他的讨论里面是最负面的 不如这么说 如果他这样知道之后 就是说明天 相信这件事到时做的时候就会有用 我相信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 今天股市有一些挺明显获利的情况 联储局会议通常这些意识会议之后 都会提供我们中长线的投资方向 我相信现在仍然需要市场去消化 如何去部署鲍威尔或者联储局 昨天有很多资料 消化过了24小时 大家冷静了之后 我相信先至可以看到正式长线的方向 今天初步有些看法 等一会儿给大家看多些数字 我希望六月底之前的周部 会再详细解释到底我们下半年应该怎么说 如何去部署一些投资 其实这几天的环球市场 也有很多价格的变动 不要说是畸形 其实我看得出是有很多 大的变动去产生 我今天会谈详细一点的数字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会不会有一个大的走势在变化 即是说股市上升了 这是过去两三个月的情况 会不会有些东西在变动呢? 我有些东西看得到的 大家看看吧 标期我看日线图 连续跌了两天之后 10天平均线 今天在3134是一个重要的上升支持 这里一直上来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都在10天平均线以上 20天其实有几天跌过的 再看4小时图 短线来说4小时图 也已经抵达了4小时50ma橙色的线 大家如果去看看 从3月建底2174一路上升 50ma曾经跌穿过几次 如果跌穿过的话 大家未必要看得太淡了 可能还会跌多50、100点 其实这里也有几次试过 真正来说如果收市在10天平均线 今天来说就是3134以下 就要小心有更多的获利会出现 现在我们暂时可以先估计 现在的抛售 刚才跌穿了去到最低3120 现在上回到3140 3134似乎是有点东西的 杀了下面的仓 似乎昨晚也收3190 我想在夹晚等美股开始之前 应该也会抽上去的 反而港股期指今天的沽压非常沉重 在4小时图里看 他今早跌穿了4小时20ma 24800之后 下午的时候就大幅下跌 可以回看这条线 大概是我们整个叫做下跌浪的0.5反弹 大概在25100那里 其实这两天曾经试过升上去 也很快就下跌 也看得到那里的量很大 再拆小去看 显示0.5的反弹阻力水平非常顽强 不知道会不会是近期有很多新股上市集资压力 也会对大市上涨动力也会有负面影响 今天下跌了五百几点 五百七十几点 成交又增加到1400多亿 这些都告诉大家 港股很沉重 也是这么说的 恐慌情绪指标 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说 它是渐进式下跌 星期二也在说 已经升穿了10天平均线 今年是大幅越过20天平均线 这20天平均线来说 是从4月初死亡交叉之后下跌 现在是第一次越过了 那些曾经在5月14号的时候越过了 但是接着都下了正常 如果今晚收市不在大概28的水平以下 再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是市场波动的开始 这些上次已经是在4月初的时候 现在过了两个月 再上升的时候会对股市向下 会有点危险 第一个问题 10年债息 大家都记得我挂了0.8、0.5 就以为开始向上 因为为什么再险 从上星期四上不了 然后下回来 星期一甚至乎已经逆转了 我开始以为市场会预期支息曲线的控制 放下来的时候 大家现在先买好 为什么呢? 先帮联储局买好 因为这样的情况 过了昨晚也没有出到的 现在也去到0.7 0.697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不是醒目资金又开始部署避险市况 现在他不会告诉你 不过这些情况的时候 一这样冲上去 大家又有犹豫下回来的时候 昨晚基本上说除了不减息 不减息对10年债息未必有好处 为什么呢? 不减息其实两年不减息 就是告诉你通胀预期应该向上 但他也这样按下来的时候 你就问问自己到底是因为 似乎避险是否静悄的 这帮人在很聪明地做 另外一个我觉得重要的 我们也说了一段时间的美元指数 之前已经说过跌穿了50周一路 现在最近看的就是50月平均线 我们在说画了一个小块很小 看不到因为用线图 是大概96.3 我说过跌穿96.3 我给了一些软一点的距离 可能要跌到96.3 就要跌穿95.5 还有我们用线图算 所以算是6月30日星期二过了之后 这才会是一个月份禁止在下面 昨天就已经跌穿过了 但又再跌穿上去 现在大概是96 我想用96.3是一个稳定的水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跌穿96.3 可能是美元会 大跌的趋势来的 我昨天大概说过 我说现在以现在美国的经济循环 和美国的财政赤字的情况 会有机会重复 像科网爆破之后 2002年开始 财政赤字开始急剧地上升 那时候美元的走势 是连续走弱了几年 长线投资者如果觉得有这个风险的时候 应该会考虑离开美元区 如果这是一个长线的走势 会不会是美元资产的变动 会不会离开美股 这是另一个下一步的问题 看回我们今年美元指数开始下跌的时候 在2月初是在股市开始下跌 刚刚是20号的时候 21号就开始下跌 那时候大家都有秩序地下跌 现在这样比较 其实现在股票没有下跌 但是它这样下跌 看清楚它会不会这样继续下跌 然后美股相应地下跌 然后会不会去到一个触发点的时候 就产生像3月中这样的美元急升呢? 实际上要留意到时波动的情况 我们看看焦点到底是怎样 太恐慌的时候美元又急升 因为在说那些储备不足够 但照计现在美国联储局出了的无限量宽 我相信美元的短片已经改善了很多 不过这始终要留意发展美元走势 因为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会说突然之间这几天的日元会强了很多 连续四天 今天是第四天 甚至乎很多日元的交叉盘 什么euro日元 sterling日元 我有个同学今天说双日元好像回了很多 其实这些日元一走弱的时候 会不会又是避险市况的开始呢? 也要大家看清楚 昨晚美股的弱势其实也是跌了一点点 但是我看到那个... 大家记得我说过金融类股份的ETF XLF昨晚大跌了几乎4% 分析员就解说了因为债息下跌 所以会影响收入 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债息下跌它们很大盘 有时候上升 债息上升就看它们可以赚多点钱 因为债息下跌就说会影响收入 如果它已经买了债的话 怎么会影响收入呢? 我有时候也很奇怪这些分析员的理论 不过回来说这也是我们跌市的指楼铃铃铛 它一跌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会不会是这样的趋势出现 另外一个我也有看 久不久我也会说 就是IWN 就是Russell 2000有一个ETF 它昨晚跌幅挺厉害的 差不多3% 也要留意这些可能会是跌市的火车头 但如果要看美股下跌 必定要留意一些星市火车头 什么呢? 苹果最近涨得很厉害 上升的趋势我会用完全失控去形容 大家看看这些上升情况 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 我不抵得评估股价上升 我就要暢衰它没关系的 大家看看图 最下面的那一项 那个RSI 日线图已经去到左边的座标 大家看到是80.32 你看到80.32之后的后果会是怎样 今天这两天买苹果的股份会怎样 拿着苹果的股份 你不打算获利的时候 你看到时候能否走得及 我记得在过去两年我经常提苹果的时候 它没多久都搞不定 通常我会比较喜欢看着这些 就像今年一月的时候 我上课有跟同学说过 有一个扣选选择位置做过 我现在没什么在做 不过我会觉得来到这些80的RSI 大家也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我相信这些也会是 股市逆转的时候 大家捉住苹果 那晚一跌3-5%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股市会有很大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 直接是领航原理 就是上涨的那个 只剩下它那一跌 另外我说不经常说油价 不过我今天也尽管提一提 因为今天说FICC 甚至乎经常跟美股同步的原油价格 期货都是去到10天平均线 这也是四月底五月初上涨以来的第一次 会不会是有相同的方向 可能会有下调的压力 无论你当它是调整或各样的东西 都可以是一个领先指标 昨晚联储局仍然是偏夹 之前我们期望黄金期货下跌的愿望 这几天又落空了 很快就去最低 我们前两天曾经见过 最低在5号就是上星期五 最低是167几 以为很快就去到165几 又可以加点水 谁知道它转一声上去 又回到我们原先这个区间 很少看到黄金期货 好像在我们这两个月看到 这种横行区间这么久 这种很明显的就是 一横行的时候 等着它一爆上来就是买入讯号 其实我们一直在等着 现在似乎很多人 都不愿意看到黄金价格太低 就是大家本来想到1650 看到我说1650 可能他一直在60、1670 已经买了然后又上去 所以要把买入的目标越来越推上去才行 再说我们刚才说过 美元指数到96.350的水平 下跌的风险慢慢慢慢增大的时候 就是黄金期货 记住 如果美元下跌 其实黄金向上爆升的压力就会很大 现在在聚绩能量爆穿1800 上去就不要说是失控的 就会吓大家 不过现在准备爆上1800 能量越来越大 因为为什么一直都穿不到下面 原先下方目标1650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三两天这些又上去的时候 又要慢慢再等 看起来 仍然希望季节性的6月低潮 可以有低的位置可以买得到 最后提一提 就是金矿股GDX 昨天一天已经在50天平均线 一只脚已经硬到上去 20天平均线一天 只是想想要找些机会 在七月之前要加回四分一至半杯水 否则到时候一些东西没在手也搞不定 好了,稍后再跟进 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环球市场 包括股票FICC 股票指数开始有压力向下 为什么? 恐慌情绪指数似乎爆上了20天之后 再上去的时候会对股市 谁是因谁是因不重要 但是恐慌情绪指标告诉你 有机会股市会向下 在债息里我们看到 似乎上不了的时候 它一回落到0.7 又回到0.5、0.8 再险的支持又减少了一个 美元指数的弱势 所以令美元对日元向下 就是日元走强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贵金属上升了 黄金上升了 油价下跌 我说了五六样东西七八样东西 是什么市况呢? 是不是避险的情况呢? 我回答不了 不过大家会知道我其实想说什么 今晚美股就会找到答案了 看看是否又到了调整的时候 任何调整首先都是获利 然后才会有下跌 一个转弯也是需要时间的 看看会不会今晚发生 好了,说到这里了 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些东西 是烈虫骨温股之身 记得要大力点赞 订阅和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 正在发生这些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了,拜拜!